一架大型客机眼看就要撞到山上 然而这架飞机没有丝毫想要爬升或者转弯的迹象 不带任何犹豫 这架飞机连同150名乘客一起 粉碎在了阿尔卑斯山火光碎片 以及百余名乘客的残骸 如同一部残忍的地狱电影 在这座名山之中上演 2015年3月24日 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 准备离开巴塞罗那机场 飞往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 本次航班的机长是 帕德里克·桑德恩海默 拥有超过6000小时安全飞行经验 他最近刚刚升为机长 年轻力强 前途坦荡 副机长名叫安德烈亚斯·卢比茨 在德国之翼公司工作6年有余 但是飞行经验只有不到700小时 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 一架飞机是由正副机长轮流主飞 这次航班的主飞任务 就是由副机长卢比茨负责 虽然卢比茨尚且青涩 但是此次飞行只有短短的一小时40分钟 其间又有经验丰富的机长坐镇 可以说没有丝毫值得紧张的地方 在当地时间周二上午10点整时 飞机正式起飞 按照标准的航线 A320将飞越里昂湾上空 再越过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 最后抵达德国的杜塞尔多夫 顺利起飞半个小时后 飞机就已经爬升至11000米的高空 此时法国的空管员接管了飞机 空管员告诉机长 从现在开始 飞机可以进入到巡航阶段 自动驾驶就在此刻启动 这一时的机长工作内容减少 一般只需要观察下仪表 监督下电脑工作即可 一般这个时候 两个机长就会有一个稍作休息 前面提到过 本次飞机的主飞 是副机长卢比茨 进入巡航状态后 帕德里克机长见一切稳定正常 也就逐渐放松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卢比茨与带关心地对机长说 现在没什么事情了 如果你想去洗手间 就赶紧趁着现在去吧 帕德里克机长并没有多想 便听从了他的建议 离开座位走向了洗手间 灾难就此开始 仅仅过了三分钟 法国马赛地面控制中心 就发现了异常 9525号航班 出现了高度下降的情况 他们紧急联系了德国机场的人员 发现没有任何人 发布过允许他下降的指令 这是极其异常且危险的 因为没有空管员从中协调 盲目地改变航路 即已发生相撞事故 马赛空管紧急呼叫9525 质问他们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而机舱内没有任何回应 此时的飞机仍在急速下降 短短的一分钟 9525就下降了超过3000米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所有工作人员目瞪口呆 但此刻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留给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所有人都来不及想出方案 几分钟后刚进入10点40分 9525号航班就直接撞击 在了阿尔贝斯山脉上 机上150人全部遇难 这是法国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空难 德法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救援队和调查组第一时间成立 救援队赶往现场后 面对着已经完全碎变化的飞机 直接就断言不可能有人幸存 调查组随即展开调查 一开始调查组成员提出了各种假设 天气原因 机械故障 机物人员失能 但是很快 各项排查结果出现 当日天气万里无云 是难得的好天气 飞机起飞前的检查也毫无问题 有调查员想到了 2005年太阳神航空的施压缺氧事故 工程师经过检查 很快否定了这个推论 难道是恐怖袭击 30年前美国那个黑人凶手 枪杀机长导致飞机坠毁的 残案大家尚未遗忘 但是调查员们逐一筛查了乘客名单 发现乘客都是很普通的居民 案件记录显示 没有任何违规用具被带上飞机 而且即便是真的发生了暴力案件 最后几分钟里 空管员一直在监听 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剧烈的声响 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怪异的事故 所以假设被排除 调查陷入僵局 最后大家只能寄希望于黑匣子 黑匣子里的录音 会给我们揭示所有的事实真相 工程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恢复了录音 调查员们首先开始从机舱录音开始 前半个小时 没有任何异常 直到机长起身去了洗手间 这时的驾驶舱内 只剩下了副驾驶卢比茨一人 此时你甚至可以听到 卢比茨稳定的呼吸声 这说明飞机没有出现机械故障 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很快 录音里传来了机长敲门的声音 也就是同样的时刻 飞机开始下降 很显然 机长意识到了不对劲 录音里的敲门声变成了砸门 帕德里克机长在舱门外的吼声 此刻都清晰可闻 这期间 帕德里克想尽了办法 想要突破舱门 乘务员也在用飞机电话不停地呼叫 然而机舱门闻死不动 当初911惨案的发生 让所有航空公司 都加强了机舱门的密封信 曾经用来保护飞行员的舱门 如今变成了隔绝生命的地狱之门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此时距离飞机撞山 只剩下几分钟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机长 乘客 以及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 都只能这样无力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马上迎接他们的将是无情的阿尔卑斯山 这段录音让调查员们再次陷入了迷惑 副机长那时候到底怎么了 是死亡了 昏迷了 但是随后黑下子 给出了更多令人震惊的信息 帕德里克机长 被锁在门外的这段时间 机舱室内至少出现了5次人为操作 首先是有人将驾驶舱门反锁 接着 飞机的自动驾驶高度 被调成了30米 然后是飞行速度 分析出来的信息显示 飞行速度至少被调高了三次 这都是必须要人为操作才能做到的 一个令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假设出现了 副驾驶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 冷静的 他亲自操控着这台飞机 运用着自己的驾驶经验 把150人拖进了深渊 得出这个结论后 所有人都不愿接受 但是调查依然要继续 调查组人员将重点 全部放在了鲁比茨身上 他们查封了鲁比茨的住所 并将鲁比茨的私人物品 全部带走严查 果然查出了问题 鲁比茨在2008年9月 前往汉沙飞行学院 进行系统的飞行训练 然而他只学习了两个月 就因病退学了 这次退学长达9个月 调查员查看了他的病例 发现这9个月里 他患上了抑郁症 严重时 他甚至经历了几次住院治疗 这期间他不止一次地 表现出轻生迹象 经过长达9个月的治疗 鲁比茨最终还是获得了出院证明 出院后的鲁比茨 顺利完成了飞行训练 接着便进入了德国制衣公司 6年来 他的工作没有出现过问题 甚至在起飞前7个月 航空公司还对所有工作人员 进行了体检 鲁比茨也没有得到 任何不良的报告 种种迹象看起来 鲁比茨是个健康的人 虽然他过往遭受过抑郁症困扰 现在的他好像已经康复了 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 调查员们继续筛查着鲁比茨的物品 终于 他们在废纸楼里 发现了一张病假条 病例上清楚地写着 鲁比茨的心理状况有波动 不能继续从事飞行工作 他需要入院治疗 而鲁比茨却偷偷将其撕毁 调查员们找到了鲁比茨的主治医师 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机场 主治医师表示 德国法律名门规定 病人的隐私的不可以泄露的 从主治医师这里 调查员们发现了更多的信息 鲁比茨最近患上了绯闻症 这本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 然而鲁比茨的不正常的精神状况 却将这件事与抑郁症联系了起来 他以为抑郁症再次找上了他 致使他的眼睛出现了病变 而作为一个飞行员 眼睛是他最重要的器官 悲观绝望的情绪占据了他的大脑 他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即将断送 前途一片惨淡 接着他的自杀念头再次涌现 可是按照常人理解的抑郁症患者 自杀者往往知识安静地 找个地方了结自己 鲁比茨又为什么 要拉着150个人与他陪葬呢 鲁比茨的前女友 这时给出了一个答案 在他的叙述中 鲁比茨是一个饱受精神折磨 性格乖离 且善于隐藏内心因案想法的人 就在案发前一年 鲁比茨曾对他说道 我在策划一个恐怖行动 我将用这个行动 让世人永远铭记 鲁比茨不仅仅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他有着鲜明的反社会思想 后面调查员又发现了另一条线索 佐证的这个观点 事发当天的航班是鲁比茨的第二趟航班 上一趟航班则是第二趟的相反航线 主飞依旧是鲁比茨 而鲁比茨这期间又让记长离开 他再次将高度调整为30米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反锁舱门 他也在记长回来之前将高度调整到了正常 这一回的调查结果让调查员们恶然 这证明了鲁比茨根本不是临时起义 他的自杀是谋杀 是精心策划的 他甚至非常冷静地提前预演了一遍 只为了几个小时后的第二次飞行 能够成功坠毁 调查员们将最后的调查结果公布 但是这样的结论 依旧无法安抚150名破碎家庭的心 民众纷纷提出质疑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飞行员还能驾驶飞机 为什么多名医生得知了他的心理问题 却没有任何一个提出警告 公民隐私和公共安全到底该怎样权衡 而个航空公司也开始出台针对策略 比如两位机长必须同时在一个空间 对飞行员的心理健康 要有定时的监控和评估 以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抑郁症现在已经是 全世界第一大精神疾病 患病人数已超三亿 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一个抑郁症患者 不管你是曾经得过抑郁症 还是身边有人得过抑郁症 都请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 说一下抑郁症带给你的感受 让大家重视心理健康 让人间悲剧不再出现 想看更多离奇的空难事故 别忘了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